大家好,我是乌西小强啊 我这么多年遇到过好多位朋友都说要买个苗子来练练手 这个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误区 因为苗子是婴儿嘛 婴儿和成年人哪个好样 那脚丫子都能想明白这个事情 比如同样是降温 大龟肯定比小苗子更能扛吧 然后同样是生病 那比如肠胃炎 大龟的话打一针清辣梅足 或者掰开嘴灌点药 好的也很快 而小苗子就只能用泡药这个方法 因为泡药和掰开嘴灌药的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让龟把药吃下去 但是掰开嘴灌药的话 只要龟不吐出来 那基本都是吃下去的 而泡药的话 你觉得小苗子能吃几口下去吗 所以如果一定要讲练手 尽量大一点的吧 那肯定是年龄越大的越好痒 当然了年龄越大也越贵了 这是事实 那我是见过有的商家说什么 苗子很好痒放心吧 不会死 我不觉得这是骗人 我这叫不负责任 那安元是很好痒 因为一些东南亚和非洲的热带龟 对温度非常敏感 还有的龟对食物非常挑 安元跟这些比起来太好痒了 但问题是每位玩家的饲养水平 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你问一个重庆的朋友 这个九宫狗的火锅辣不辣 他肯定告诉你不辣 那我们去吃 结果吃到嘴里喷火了 但问题是重庆朋友没有骗你 他自己是觉得不辣 所以我真的不希望 大家自己第一次养黄 买个苗子挂掉再也不敢养 这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再加上市面上很多的 那种染色杂交苗 这样的苗子看着血红血红 其实内脏都坏掉了 你怎么养嘛 所以一定要讲练手尽量买大一点的 哪怕缺盒子花盒子的都行 我这儿都有好不好 你好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